云林县府日前与中央气象署签署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透过气象资讯的分享 来因应全球暖化下的气候变迁 县长张立山表示云林是农业的大县 希望透过与气象署的合作 让各局处可以提早因应各种天灾的状况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众人的见证之下 云林县政府和交通部中央气象署 完成这一次MOU的签署 两边将透过气象资讯分享 来因应全球暖化下的气候变迁 云林县长张立山表示 透过这个MOU 未来可以获得更加全面的气象气候 以及海象资讯 让各局处可以提早因应各种天灾状况 那今天的非常难得 我们有这个机会跟中央气象署 来签署MOU 那未来无论是在防灾救灾 以及农业还有再生能源 以及各项的这些 所有的这个防范措施当中 我们可以提前 因应也可以提前 了解现在整个气象还有海象 跟气候本身的一个变化 云林县目前已经建制农业数位平台 未来加入气候与气象资料 农民与乡亲就可以透过手机APP 第一时间了解更加全面的资讯 很多的这些面向 那包括我们云林县的数位农业平台 那建制到目前为止 我们需要在这些气候 还有气象方面的一个资讯加进来 那让我们在第一时间里面 我们所有的乡亲 透过我们这个手机上面的APP 就能够了解我们未来的农业 那我们未来的渔业 那我们如何透过这个资讯的一个提前知道 让我们如何来因应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中央气象署署长表示 过去气象署已有和中央合作的经验 目前是希望加强和地方政府的合作 也期待未来气象署的资讯 能够提供云林县政府来做相关的农事规划 以及永续城市发展的协助 一直觉得会需要加强 那云林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能够在这个部分来做强化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相关产制的相关的讯息 不仅仅能够提供云林县政府来做这个相关的农作 或是农事的相关规划 也希望说能够协助云林县政府 做可能现在最重要的 更重要一件事情是有关城市发展 还有这个永续 能够做到这个方面的事情 云林县是农于大县 面对极端气候以及全球暖化的挑战 透过气象署合作来提早进行减灾防灾准备 借此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林沛云现场报道